冬天许多民众爱泡汤 基隆和平岛与正便宇港的六家人气店家 攜手首创推出舌尖汤屋套票 欢迎民众用舌尖来感受基隆各种汤的魅力 当我们一直跟外面去讲说 欢迎来基隆泡汤这件事 大家一定是满脸的问号 基隆到底有什么汤可以泡 其实基隆是相对比较辛苦的 但是我们创造一个是让你舌尖上 味蕾泡在我们的一个汤屋里面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有万柱号 它很有名就是咖啡的名店 它就是这一次的一个品项 它就是发起 就是像日本去泡汤的时候 都会在泡汤之后 喝一杯冰凉的一个牛奶 它做一个体验的设计 它设计出来一个咖啡汤 像我们的海那边 它就是融合了昭和时期的一个饮食文化 创造出来一个火烧的茶泡饭 这也是融入了在地的海鲜 像我们的屠门咖啡 它很有名的一个招牌 就是它的咖喱饭 所以它就这次设计了一个舌尖上的汤物的咖喱汤 去融合了发棍 那我们的岛上就会有一个叫岛上有冰 它就做一个软汤 然后它就是用一个火烧的一个姜汁 的一个像地瓜的一个比较休闲 让你可以品尝到一个心里软软的软呼呼的一个软汤 那像我们河滨岛地质公园 我们就提供一个叫岛汤 我们是致敬永续鱼汤的马赛鱼汤 我们跟了基隆第一位的生态厨师 合作了一个属于我们河滨岛上的一个专属的一个限定的汤品 融合了永续海鲜的一些概念 吃当地吃当季 你可以吃得到我们的几菇辣 吃到我们基隆特有的蛋卷之类的 譬如是腌汁虾去融入的一个汤品 那像我们的正兵渝港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贡寓 这边它有做一个啤酒汤 待会我们老板呢也会详细的跟大家说明 很高兴这一次可以参与这个和平岛跟正兵的六个民店的联合行销 那当初听到这个舌尖汤汤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联想到就是我们自家的精量啤酒这个产品 可以怎么来搭配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推出了泡啤酒汤 然后泡完啤酒汤再来喝啤酒汤的一个体验活动 那这个啤酒汤其实在欧洲呢 其实是非常盛行的一个体验活动 那我们在台湾应该算是第一个业者 推出这个啤酒汤的一种体验 如果在网路上去搜寻的话 其实在捷克还有冰岛 他们都有这个业者在推这样的服务 那这个服务其实为什么要推广 就是因为第一个啤酒本身 它就是一个很营养的液体 所以我们叫液体面包 那泡完啤酒汤之后呢 你整个人就会开始觉得 很舒服了 然后再到我们其他前面的那个休憩空间 来品尝一下在地的食物跟啤酒的一个搭配 所以我们等于是把这件事创造出来 希望未来大家用这种美食的味蕾的概念 让大家觉得说 其实基隆也可以有泡汤的概念 所以我们才这次是第一次首次 河滨岛正兵的六大民店 一起联合起来 这次各个店家发挥专长 用心规划这次的在地观光行销 民众只要上网搜寻舌尖汤屋 就可以获得套票的详细资讯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